粉丝给我留言 他说小胡子 我28万提了汉兰达松琴混动 表姐同家位却买了福特瑞杰L混动 都说汉兰达松琴混动厉害 但是我俩的车互开后才发现 才知道早已不是一个段位 不是一个档池了 我很后悔没有买瑞杰L混动 汉兰达虽然好 但是跟瑞杰L混动相比还是差很多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进楼前的网友粉丝和老铁 如果同价位同级别让你再重新选这次 你会选到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两款车呢 你都没开过时 你肯定会选哈兰达 因为哈兰达的名气更大嘛 对吧 但当你同时开过这两款车子之后 你肯定就不会选到哈兰达了 这就是两台车现在的一个差距 无论是行驶质感 隔音进行配置方面 内饰用料 哈兰达都太陈旧了 根本根本上节奏的样子 日系车一直都是这样 大家也会认为我在胡说八道 那你自己去试驾 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两款车的都是定位中型SUV 约记尔称长度达到5米 轴距是2米95了 快3米了 哈兰达长度是4米96 轴距是2米85 所以说约记尔的尺寸要比哈兰达更大一些 包括车空间的表现 内饰的表现也更好 约记尔要比哈兰达好很多 尤其是第三排绝对不是摆设了 速速度第三排要比哈兰达好很多大 知道吧 因为假如入门满是个5座 其余的都是7车车型 外观年轻时尚运动 适合于家用 哈兰达那就显得中规中矩 中勇了日系风格 那么说到混动 大家也是最关心的就是 他们的混动技术能不能用作 这是核心 哈兰达大家都不陌生了 用的是第四代的丰田TSS双情混动系统 它的核心技术就是这个星星尺寸动力分配器 是吧 我什么是用电 什么是用油 什么是双击混动 还得说来过切换 不顿车油耗低 动力竹 就像个大脑一样指挥的一个车了 很成熟 很稳定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起步 加速用电去动车了 有我新能源的行驶质感 当你需要操车 急加速的时候 只需要生产油门踏板 发动机和电动机一起去去去动车了 加速是非常快的 完成操车加速之后 双开的脚步的油门踏板 动能回收通过流传翻转 是非常不错的 这就是丰田的TSS双击混动系统 成熟混动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这个锐吉R的混动呢 它其实和丰田交叉持股 现在是福特持股 它用的这个混动 也是来自于丰田的TSS双击混动 这不是不一样的 人家搭载是2.0T的乌伦加发动机 哈兰达搭载是2.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所以动力上加速上 要比哈兰达更优秀 更好一些 是吧 主要在这 还有就是 它这个锐吉R的四驱脱混能力 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好 那么它可以毫秒级的速度切换 四驱或者两驱 可以实现100-0 或者50-50的动力批配 是非常好的 两台车实际开起来的时候 无论是爬坡 还是冲上行驶 锐吉R的动力 行动质感 隔音精英 绝对要好于这个哈兰达的 这个是它的优势 而且入门级别的这个锐吉R 就是高配 后面的这个独立空调 配置是麻烦能登的 要比哈兰达好很多 但是 锐吉R 它的一个平台也简配 以前是CD4嘛 现在变成C2平台了 和蒙迪欧他们同平台了 把以前的铝合金悬挂 换成了双轮车的钢板悬挂了 这是个简配的地方 但是调教呢 比以前还舒适了 双轮车的钢板悬挂 没有任何问题的 哈兰达也是双轮车的钢板悬挂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这两款车子 我建议啊 锐吉R是不错选择的 尤其这个混动啊 很优秀很不错 那你有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呢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